天啊 超恐怖的 他們都非常非常趕耶 哇 這是直走路要半小時嗎 太遠了吧 我現在六點半 然後五點半開升機 嗨 大家好 我是Y 我現在人在曼谷基城 其實這次來泰國是來轉機的 我這次是要去德國 完全沒有踏上過的歐亞大陸這樣 其實這次是收到華納兄弟的邀請 要去看一場電影的首映會 然後那部電影叫做紅色一號RAID ONE 算是耶誕節的喜劇動作片這樣 有人聽到紅色一號就想說 怎麼都聽起來像什麼什麼 終極追氣鈴之類的 就NO…沒有 它是一個喜劇然後很歡樂的氛圍 因為要過耶誕節了嘛 所以這次就是很謝謝乾爹 願意贊助我這個行程 就是很感謝華納兄弟這樣 這次因為完完全全就是我一個人來 就是歷經一陣混亂 我這次就是搭德國的漢沙航空 會轉機兩次 第一次會先到泰國的曼谷 然後第二次會到德國的慕尼黑 最後才會轉到德國的柏林 覺得一個小知識的部分 我想到這個泰國的航班 它居然是一個聯合航班 我那時候拿到票的時候 都是寫德國漢沙航空 但是我實際搭的飛機呢 是泰國航空 一堆航空公司 都是用這個航班來轉機 所以真的很混亂 我真的是有一點微興奮 又有一點微焦慮的情緒在 這是一個社交距離的概念嗎 我們應該是排在同一條上面 Oh, you're a liquid? Yeah! You have a channel? Yeah! It's good for the Taiwanese passport because it's B visa Sorry! Do you need window seat or aisle? Window seat, I think it's better Yeah, I want Yeah, I want Yeah, I want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too 直接得到兩張機票 Hello Hey, some Ay, some 天高 地黑了 飛完12小時 坐在這裡超冷 因為很像手頂 吃口的冷凍庫 超冷 哇 這是只走路要半小時嗎 太遠了吧 他們都非常非常趕耶 我現在六點半 然後六點半開始登機 然後我這一個小時內已經過安檢 然後過海關 然後還要換一個航廈 天天啊 超恐怖的 那我都沒到啊 好啦 經過 应该十几个小时饭舔吧 我终于到柏林了 男装全部都掉光了 太累了 等一下先去领行李 然后直接先过饭店这样 喔 谢谢 哇 都很好 嗨 早安 好 我要上这台车 喔 是保姆车耶 来了来了 我坐上保姆车了 然后晚上才会有一个迎宾晚宴 可能怕其他KOL或KLC 会比较搬机延迟之类的 所以他们没有拍那么紧 期待 期待 期待住的饭店 叫The Westing 这里很漂亮 现在我们在那边的东西 喔 我之前也认识了 这里来到最后的旁边是Champonchali Champonchali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区 东西和东西 现在你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是这条线 这条线是这条线 OK 这条线是这条线 现在我们在东西 这里在前面 你看到前面 这是柏林围墙 这个瓷砖 那些瓷砖的部分 你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是Champonchali Champonchali 对 对 右边是West Berlin 这条线是美国军 对 对 右边是Russian 我学习在我们的历史学习 在我们的历史学习 对 在世界军二 对 对 我的历史学习会骇到我 哈哈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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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再见 哇 富国电梯 这感觉是那种超级经典的 欧洲式的饭店耶 哇 一个人到这边 就是 好感动哦 我居然成功抵达了耶 转了两次飞机 然后每一班都超级赶 不能说非常顺利 我只能说就是我 我尽了我所有一切的力量 抵达这里了 然后突然看到他们的那个屋顶 屋顶好漂亮哦 很像那个鬼电的场景 哎 来了来了来了 我一个人睡双人床耶 而且好贴心哦 难怪他们跟我要照片 他们印了这个 好可爱哦 这部的主演是 巨石强生跟克里斯一帆 哇 我一个人超加大双人床耶 我配一个人睡这张床耶 然后没洗澡床 床上也不用管隔壁有谁 这间饭店呢叫The Waston 然后它在柏林的晚室中 是一个人睡这张床耶 我刚刚看一下它晚上要7000多块 我住到高级饭店了 谢谢 谢谢华纳兄弟 哇 现在要进行youtuber们都会有的行程 开箱房间 这边 这边就是我刚已经爆雷大家了 就是它很贴心 还附了很多周边给我们 然后一进来就有两面镜子 啊 这是我的机场穿搭 因为来欧洲嘛 包包我就是背很贴身的这种 所以我就可以一直到房前面 就一个洋虫屎的会冷会热 都可以再穿拖这样 这件是青眼白龙的衣服 好不容易才抢到了 然后因为要搭飞机 所以下面就是 我就穿一件短裤 简单的鞋子 动动鞋啦 动动鞋 我在我的随身行李 有再放一件那个假的 这个是假的丝袜 所以它里面其实超毛的 就是我其实不会冷 这样穿大家都没有介绍房间 好房间呢就是这个一个加大的双人床 蛮不错的就是有那种沙发区 假如有些人他可能有床坯 他就可以先坐在这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个电脑桌给你 然后他都会在那边 他都会打很多这种 特别的光源 打这种黄光啊 加上一些这种 有点那种西洋式的画作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很欧式 那外面也有什么 喔喔喔喔喔 喔还有露天的 那大台吗 所以是可以去外面喝东西的 你看看看看 这个门做得太好了 我刚刚整个忘记要开箱厕所 哇 天哪 其实弄得太好了吧 然后还有这种网美灯 我很少看到有饭店厉害到可以弄那种网美灯耶 很梦幻的一个厕所耶 完全就全部都是大理石的感觉 终于有一次是可以 我不用跟人家一起早上抢厕所 好那我就是历经一番波折了 我终于抵达饭店了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 飞过来到我抵达饭店 超过有24小时 非常非常的久 通常到饭店第一件事情 我就会先把那个行李全部打开 然后花个手机刷费一下这样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这一次的手机壳长得不一样了 没有错 想不到吧 这一集还有第二个干爹 感谢我们的Toras图拉斯赞助播出 谢谢干爹让我有新的手机壳 还有这个行动电源 那这一次的干爹呢 Toras图拉斯 它就是发明这个 O型磁吸手机支架的品牌 那像我现在的手机 现在是iPhone 13 Pro Max 我现在用手机壳 就是他们家的经典热销款 All Stand Pro 你看像我现在打开吗 然后它背后是种可以 360度旋转的设计 那他们家的旗舰款手机壳 是这个All Stand Spin 它是四向线的旋转支架 那什么是四向线呢 我现在示范给你们看 有听到吗 那个卡卡卡的声音 它会每90度停一下这样 就是它可以很快速的固定位置 可以让手机站立自拍 也可以让手机侧躺 看锯这样 两种版本的壳都做得到 它这个的设计呢 就是它的O型支架 它是不会超出手机的背板的 它就是很完美的贴合手机的背面 为什么我要称赞这个设计呢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发生过这种惨案 大家真的不要去外面买一种 很便宜的手机支架 我哪有的时候就有买一个很便宜 可能才几十块的一个铁的支架 帮我贴在手机后面 结果呢 那个时候被人手滑摔到手机就这样 啪 当时那个牌子的手机壳没事 因为那个支架是凸出来嘛 所以收地点全部都划到支架上 然后那边的手机背板就整个碎掉 就真的是裂成跟蜘蛛网一样 所以真的要选呢 就是还是要选这种 本身呢就已经有副支架的手机壳 真的比较好不来人 这一款手机呢它有三点尺的军规防摔 所以就是真的是蛮保护你的手机 那除了手机壳之外呢 还有这个非常轻巧的行动电源 它叫做Mini Mate 像我这次来德国嘛 我都是带这种小包包 其实我基本上我所有包包都是小包包 它很薄 你看它都只能放那种一本一本的东西 这个行动电源呢就跟我说的东西一样都是扁扁小小的 它还是比信用卡再大一点点 像是这个是刚刚那个房卡的形状 看它就是比它大一点点而已 它呢就真的很无威和的可以融入我的包 可以同时充两个东西 比方我现在要充手机 我就直接这样子吸上去 然后我如果今天相机靠好美电 我这边有一个Type-C的屁股 可以直接充我的相机这样 我觉得我就不用怕 我是不是又要再选一个旧 就是小孩才做选择 我们大人都一次充两个东西的 像这种时间啊 这种休闲的时刻 手机划完手机我会干嘛 我一开始打电动 我超级爱打手机 每次我打到没电 然后又一直玩这样 但是有这个Mini Mag的行动电源之后呢 我就可以这样边充电边玩 你看完全不会卡我的手 而且你们可以看它的外观 真的很漂亮耶 它这个只看很像Apple的笔电 金属感很漂亮 然后加上这个 做得很好的圆弧形 整体就是很高质感啦 所以如果萤幕前的你们呢 最近有出国的需求 或者是有想要国内旅游的人 他们家的产品真的推推给所有有需要的人 好啦 那时间差不多了 现在3点35 我们5点的时候要在大厅集合 我现在要洗澡刷牙 我要把我的妆全部充化 晚上会有今天唯一的行程这样 真的今天就是漂亮的我了 ok 然后转过来让大家看看我的正面 我现在已经装扮好了 我就是一棵夜战树 好啦 那等一下要去的活动是叫 Red One的主题晚餐这样 也会去一个地方叫Ice Bar 好啦 那我现在差不多要出门了 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Go 好 昨天温度是9度 大概是台北有下雨的 冬天 然后有点寒流这样 就跟新山训练一样 虽然会有点害怕第一次去 遇到温室的人 但是 一定会好玩啦 北极熊 哇它是戴那个耶 红色一号的围巾 好像真的要走进冰简的那种欸 哇 超冷喔 可是真的全部都是冰 好可喔 这都是冰块欸 MMA 哦 谢谢 味果 它都不用加冰块 因为它只有非特色的冰块 我们在台湾怎么拍的 我们在台湾怎么说 乾杯 要做好河吧 我現在喝完這一杯了 我覺得他應該會直接把這杯子丟掉 連杯子都不用洗 來 結束了 謝謝 有點快就掉 就滾出來喔 我都不能在裡面多帶 我剛剛覺得我的手指整個抹掉喔 家裡的朋友 他說要飛著要三個小時 然後我飛得太多 你的名字是Wai Wai 你叫他名字嗎 Wai Wai 她名字是Wai Wai 親親 好 好 我們現在應該是要去吃晚餐 這是一個神奇的順序 歐洲人習慣先喝酒再開始吃飯嗎 Wai Wai 我們就是來看這個電影的 Wai Wai 現在要到一個叫柏林電視塔的地方 超級高的 超級高的 看一下 感覺比1.1是高的 OK 我感覺來到這個 Yay he's my boyfriend 對 我怕 五十年代的年紀 是嗎 對 真的嗎 你是拿你 是嗎 不是 不是 你是拿你 沒有 OK 不是 不 不不不不 結果跑來他們的塔了 他們說這個好像是他們很厲害的一個地標 柏林電視台 你怎麼說的? 你怎麼說的? 我怎麼說的? 很酷 哇 天啊 它居然是宣傳餐廳 它這邊有一個那個菜單 蠻酷的 是真的針對紅色1號做的 看起來是前菜 選擇的西瓜 這個是會辣的西瓜 黑白大廚的廚師如果過來吃 他們一定會說好吃跟厲害之類的 那我沒有吃不懂 不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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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menia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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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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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mpleanno Cumpleanno Romeniano Born Tamyano 你不要來這裡嗎? 因為這是學短餐廳 然後他現在要把手機放在那邊 然後都不繞圈 7.27 7.27 OK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OH SHIT 哇 為什麼? Babai 塗在那裡 那是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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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們真的要不要去洗澡 好 好了我終於回到飯店了 我終於可以好好睡一覺了 因為德國這邊跟台灣那邊 時差是六小時 其實沒有很久啦 感覺也學到蠻多東西的 就是可以看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創作者 就是他們在同一個環境的時候 他們都拍一些什麼東西 像我們剛剛去一個地方是一個 全部冰的酒吧嘛 然後他們就會馬上拿起他們的那個手機 然後這樣 這個 都會很浮誇的就是肢體語言表事情 我會覺得 哇 不愧是可以做到可能百萬等級的Titoker 真的很厲害 大開眼界真的 這讓我想起誰 讓我想起我們的利友跟主委啊 哇這就是很厲害的創作者們 其實真的很謝謝廠商們的喜愛啦 就是願意來這種活動 或者是願意贊助Vlog 讓這支Vlog可以順利被誕生出來 然後也很謝謝觀眾 畢竟這是我人第一次來歐洲嘛 不論是很多觀眾還是朋友 就是一聽到我要去德國的時候 就是留了好多言 就祝福你順飛順飛之類的 雖然說中間會遇到一些困難的部分 但是我就覺得說不不不 一定會有辦法可以解決他們的 一切都會很好 我會很好這樣 好啦 謝謝大家聽我在這邊 睡睡念 念很久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在這邊按個喜歡 還沒訂閱頻道的也可以在這邊訂閱頻道 我們下一支德國影片再見啦 希望我可以剪出來 掰掰 掰掰 不會吧 掰掰 按鈕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